接下来带新郎官藏鸥出场 藏鸥准备结婚 藏鸥今天任务很重 要同时相亲罗维纳犬 跟德国牧羊犬 两只大眉狗 罗维纳犬第一次相亲 还有点不太好意识 接下来咱们将第二位相亲对象 德国牧羊犬也放出来 看看藏鸥究竟喜欢哪只狗呢 两位相亲对象刚刚见面 醋意就非常浓 你看德牧被毛的直立起来了 莫非他在心想小样 就你这个大黑狗还敢跟我竞争 藏鸥今天那是非常高兴 突然间来了这么多只大眉狗 首先标记一下领地 其他狗闻到气味就不会来了 藏鸥心想待会任务非常重 咱们先喝点水补充一下体力 其他三只狗都在旁边迫不及待了 藏鸥究竟会喜欢谁呢 这只藏鸥已经有十多岁 相当于人类八十多岁的年龄了 我感觉他自己可能搞不定 所以采用特制的工具 让他们顺利完婚 接下来咱们请上特制工具 有这个工具 藏鸥老兄就可以顺利的相亲成功了 首先把罗威娜犬带进场吧 让罗威娜犬先跟藏鸥见面 第一次相亲他还是有点害羞的感觉 藏鸥的好日子终于到来了 这只罗威娜犬确实是养的有点太肥了 这只狗太肥了估计有上百天 我都搬不动他感觉 一 二 一 二 三 太肥了太肥了 还好这只罗威娜犬还是比较配合的 这样固定好之后 咱们藏鸥老兄就更方便可以相亲了 接下来咱们就放藏鸥 藏鸥老兄待会不知道会如何表现呢 我也非常期待 连我们想不到的是 藏鸥老兄独自跑掉了 留下罗威娜犬在风中独自凌乱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采用特殊的方法 让他们相亲成功了 谢谢收看本期视频